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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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東西要這樣子 下來 放完 然後紅絲解除 下來放完紅絲再解除 2 牛尼尼 為什麼有一般的殭屍啊 有可能從地獄門過來的 地獄門過來的油 兩隻也太奇怪了 三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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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殭屍最喜歡繞人嗎 會繞兄弟 哇 按按鈕 哇 速度有快 就把它放進去然後按個按鈕 那就完成了 哆哆 好 全部收集 咪 THIS P A R C E L 的是什麼 maker 滴滴 D.I.M 等一下啊!我都被消失了! 羽繪 羽繪 我忘記吃東西了 顧著玩都忘記吃東西了 米菲不要這樣子廢情忘食啊 要按時吃飯 我還以為你要跟他講按時吃藥 下課是 喝氣療 類似這種概念 呵呵喔 不行了 下課是今天真的很ㄎㄧㄤ的感覺 唉唷 真的啊 愛困愛困的感覺 這個感覺就很像喝醉 這是苦力怕嗎 苦力怕 有嗎 creeper it is creeper 這個苦力怕的爆炸爆炸也太快了吧 這個苦力怕爆炸的速度比較快 第二個Niter Creeper 我都叫他快爆苦力怕 我剛剛做這個啊 D.I.M.L.E.T D.I.M.L.E.T 然後P.A.R.C.E.L Diamond Parcel 那個是用來 創入 創立那個 客製化世界用的東西 因為剛剛我打了一隻 打了一隻終界 會啊會啊 它會掉 有機率會掉啦 345 345 然後我迷路了 沒有 在哪裡 居然有骷髏馬 幹掉它 NO 有沒有什麼可以 持續輸出紅石 然後可以開啟跟關閉的裝置 持續 輸出紅石開啟跟關閉 什麼意思啊 輸出紅石開啟 那紅石火把就好啦 就是 可是它不能關閉啊 就只能打掉啊 開 拉桿 對啊 你用拉桿拉 拉桿 你要關閉紅石火把的話 你有紅石嗎 有沒有 可以 自動化的 就是用來自動化的 你想怎麼樣做啊 就是 我想要在 一定時間內 讓這個 紅石 那個 那個什麼 訊號消失 但是有時候又要開啟 用 用那個不是就可以了吧 哪一個 呃 那叫什麼來的 喔 你是要讓它 就一朵一朵一朵 這樣子作用是嗎 對對對 一朵一朵一朵 這樣作用的話 推畫圖 沒有辦法乾脆用 Super Circuit Maker 喔 那是什麼 這是某種東西 我不知道 Super Circuit Maker 昨天也不要跟夏克斯介紹 結果夏克斯沒來 哎呀 就是 啊這個喔 就是 你說 那個給 Botania自動化 衛石機那個 這個 這個東西我全部都 都是破除了 好慘 喔說那個電路版的嗎 對阿 喔那個 那個模組很酷耶 那個 它可以做到很細的設施 好可愛 可以達成的對不對 搞不好在同一個方塊 就可以完成你要的需求 說不定 對啊 它那個東西超級 超級 超級 超級好用的 該怎麼做呢 欸 要了解那個東西的話 首先 就是要 要先知道 要怎麼 怎麼 生它的材料 它的邏輯渣 我基本上都會用 但是 要怎麼用 讓我把這邊 弄完 啊後面的 我不會啦 後面的我沒有修 修了難課 SEQ是殺鬼 啊 可是又是這麼難 再這樣下去 我就真的要ㄎ掉了 開始ㄎ了 ㄎㄎ的夏克斯 觀眾可以期待 夏克斯壞掉的狀態 不用期待 不用期待 沒有期待 就不會受傷害 這樣子 不知道有沒有連接上 好像 好像想到怎麼用 開通了嗎 調一下應該就OK了 沒這麼難 其實沒那麼難嘛 沒這麼難 這也是要 要在我成功的情況下 可是沒這麼難 按鈕 用一點點 好醜啊 醜醜的 這樣 這樣 可以嗎 喔 上錯了 喔 速度快多了 這樣應該是無線電量進入才對 奇怪 Networker 線路美學 這是什麼東西 合成線路 偽裝版 喔 米菲在玩什麼 水啦 所以紙片已經解決了嗎 還是說要來去 教大家怎麼用這個 你要教是不是 是 教一下 好 那我先來用它 一整套需要的素材 喔 那我們要去哪邊集合呢 喔 那Infusion Crafting好吵 有沒有聽到那個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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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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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吼吼吼吼 Super 好啦那先從最簡單的開始 我們來做Nugget Nugget 反向邏輯閘 然後Nugget的話 以Minecraft來講就是要用紅石火把來做倒反 所以說我這邊先路在這樣撲過來 然後呢我這邊跳一下 欸我要把盾牌拿起來 欸欸欸 喔喔我把他打掉了 在左鍵點一下就會打掉 然後下課是怎麼斷線 我盪啦我吸到一個東西就盪掉了 吸到你應該是吸到那個紅石粉而已 對喔我吸到紅石粉就盪了 這邊要做Input的動作 然後拿一些紅石出來 這樣比較好看 呵這樣就是Nugget Nut就是41-0然後40-1嘛 對就是倒反的概念 所以這邊 用這個來做簡單解釋的話 我們手上拿這個 小紅石粉 可以直接放上去 然後呢 仔細看的話它有一個T字型的部位 那個就是輸出端 輸出紅石訊號的地方 輸入還是輸出啊 T的頭 就是 從紅石火把輸出的地方 也可以叫輸入 以紅石線本身來講叫輸入 就是紅石從這個地方 進入到紅石墊王 然後從 這邊的話都是可以靠我手上這個板手來挑的 像我現在點一下 它這個就是斷開 斷開連結 所以我這邊就算短 給的話它也沒有反應 可是我只要右鍵點一下 它就可以接收到那個訊號 然後這邊如果沒有T的話 它就一樣沒有辦法輸入訊號 然後我們有很多debug的手段 單純從這邊看的話 我們還可以做這個小燈 小燈 這個小燈會告訴你現在紅石在裡面的狀況 靠你就是把電路板碰到minecraft裡面喔 然後 然後 我是不是這個卡 知道我多好喔 然後現在來做一個東西叫做Timer 這是計時器 這個就是你可以設定 對,固定時間可以輸出一個 然後一樣它可以靠紅石來暫時鎖定它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叫做Inventory 剛剛卡了一下,Scanner 這個是用來偵測你要指定的物品 或者是比如說箱子阿 或者Botania的魔力池阿,這些都可以 所以我現在如果隨便放一個箱子 這是我身上的東西好多 還是用Hopper好了 啊,我聽到夏克斯的聲音了 欸不是,夏克斯還沒上先 我還沒上啊 好可怕 啊 好,我再放一個Debug的燈好了 好,那這個其實就像比較器 我們比較器不是可以偵測到箱子裡面的物品的數量多寡嗎 然後 放這個Sensor它其實就是跟比較器的功能一樣 我們只要LOD裡面有東西 它就會發出黃色訊號 沒有的話呢它就不會阻斷那個計時器 我就隨便放一個東西 然後同樣的它這個Sensor也可以指 只是指定它輸出的能量等級啦 像我們現在只放一個紅石 所以它只輸出了17點的能量 欸它這個紅石線把Minecraft紅石的15點 放大成倍數變成255 所以它最大的能量是255 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可以用個數學方式來計算 就是我們可以用數學方式來做比較啦 就是要不要 讓它中斷它 比如說我這邊都拿掉 只是這邊有點太擠了 俠客是上線啦 會不會又斷線了呢 然後它這個電線很OK的是 就是你不一定要剛剛好對到外面的紅石 你只要接在旁邊的面就可以了 你要放計時器 然後這邊一樣輸出 這邊要輸出、輸出 紅石線 好 然後這邊紅石線進來 那我這邊要用的就是一個 減法 燈燈 夏克斯怎麼又斷線了 我斷啦 一直斷 一直斷著夏克斯 欸?是拿到什麼東西斷掉了還是怎樣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斷線啊 Y 然後 我中間擺的那個是減法 減法就是A-B等於C嘛 對不對 那A的話是從那個減法它旁邊有一個小小的一槓有沒有看到 有 對那一槓就是A 就是 要被減的人 所以現在被減的人是這個hopper 那它現在輸出的能量的話 你可以做一個工具就是我手上這個來看 我告訴你現在它的A是17的意思 所以 等一下你說A是 A是這個有 呃 九宮格那個嗎 沒有 A是那個Inventory Sensor 就是那個箱子 喔現在A是箱子 對 A就是那個有1槓的對準的方向 喔我懂我懂我懂 然後這個警號的話它是常數 常數就是 就是 隨便指定一個數值 好 比如說我現在 對我指定到一個大於17的數值 那 A- A是17 然後我現在設定一個18 17-18變成負的 那負的它就直接計0 所以說 後面這裡就不會有紅時訊號 那我們的計17就會正常運作 但是現在我們只要再繼續加這個漏斗的內容物 超過一定值 嗯 那它這個Sensor就會 對超過17那個數值 然後就會 這個 停止它運轉 所以大概了解它可以做到什麽程度 了解了解 所以我大概懂 然後反而你那個東西可以偵測有多少就對了 對阿我借你一下 你可以 拿著這個玩意兒 對著 紅石陷入點右鍵 哦它會顯示出來 對 欸是時候你 你 你那邊 雕靈怪是要怎麽設計啊 設計3 怎麽設計喔 你是要做成什麽原理 你之前說有個落下 我想研究看看 落下 你去看看怎麽落下 就 就 我現在有個自動化 假設這個東西解決 會有個自動化 可以自動生雕靈怪出來 嗯 然後 生出來之後呢 會有 那個 我一直忘記叫什麽 活塞 把他下面的東西給搬走 搬走就掉下去嘛 然後我也挖一個很深的空間 都是 然後那個空間都是用那個 強化的黑曜石做 然後到最下面呢 會有另外一朵 傷害的話等著他 就把他殺掉 這樣子 大概流程是這樣子 所以比如說按個按鈕 首先 放靈魂殺 接下來 再放掉靈頭 然後 等個幾秒 再把活塞給他掉 他就會飄下去 對 所以 它爆炸之前你覺得夾下去嗎 對不對 對阿 所以其實就是要岩石器的感覺 對 岩石1 2 3 3步驟 速說 Super Subic Maker 有沒有比較方便的岩石器 岩石器 因為它提供很多零件 我們用過也只有那幾種 還是說是Quartus Resenerator 呃 它有調色牌 試試看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我沒試過這個東西 這個Quartus Resenerator 感覺這個好像就是用來岩石用的 欸 是喔這個是用來岩石的 有欸有欸 去喔 所以其實不想 那它可以設定嗎 可以可以 呃你們之後都做一個板手 板手 哪個板手 應該是我手上這把螺絲旗子 就是同一個模組 做這個螺絲旗子就可以設定 喔藍色那個喔 喔這很好做欸 兩秒鐘 蛤 設定可多 所以一 光靠一個就可以了 然後它這個的話就是面板可以一直連 哇可以用20秒喔 好屌喔 對啊 它可以設定很久 所以就是 我那就 一個就好了 接著一整排 然後每個都岩石 真的真的 20秒其實夠久了耶 對然後 我看一個就夠了喔 看你是要原版紅是接出來的 還是用比如說AnderIo的電線也可以 AnderIo的電線喔 合金線 合金線就可以 不用靠牆壁 就不用像原版紅是要貼著牆壁走啦 可以離 浮空啦 噢 噢 噢 是喔 是阿 你現在要用的話 我就直接把我這個包包給你 好歪 唉唷 這包包裡面塞了很多 有金線 有金線是不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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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我怎麼乍看之下找不到呢 它是一條金色的線嗎 它是一條金色的線嗎 沒有它是紅石合金線 黃石Conduit 黃石Conduit 沒有看到長得像線的 這個我都放在裡面了 都放在那裡了 合金線在裡面 喔是這個喔 這個不是AnderIo的吧 有個Conduit Conduit的東西 Cond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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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個Small Peel of Glowstone Desk喔 沒有沒有我說的是那個一個像 方塊型的玩意 Conduit Ings 就I開頭了它名字很長 I開頭 我覺得不行了我要先下了 O.O 妳要死去了嗎 沒錯 我要吃飯了 下課是要睡了 大家都要吃飯了 但是 東西用的差不多了 下一集就可以來而做龍科技的裝備了 可以實踐一下 底下通通弄一下 哈哈哈哈